反而就指出了外资偏多操作 空投却不认输 很可能会出现空投不死 多投不值的持续嘎空行情 年底前有机会上看7800点 台股上周五揭开本波强涨序幕 但融券张数星期二只小降1.7万张 还是处在78.1万张高档区 瑞然产经研究董事长陈忠瑞说 如果融券放空张数 从80万张蓄增到90万张 台股经营涨的格局还会延续 一旦大盘跨过7500点关卡 到时候空单回补的压力会更大 如果能够引发融券回补潮 有助台股攻上7800点 而外资近期虽然满超台股 但事实上借券张数还相当多 借券卖出余额又攀高到 436.6万张历史新高 分析师指出如果外资借券张数没有降低 将对嘎空行情更有利 另外行政院救股市再下一成 在主管机关鼓励下 元大金、国票金都宣布实施库藏股 元大金将买回1.4亿股库藏股 每股买回区间价格12元到15.24元 预计最高买回金额21.33亿元 国票金预计最多买回5万张 每股价格区间6.13到13.21元 最高可以斥资6.6亿元 根据统计台股从11月1号 金建7050点低点以来 已经有28家上市贵公司 先后宣布实施库藏股 总计买回张数达到47.45万张 其中包括开发金、元大金、国票金等 三大金控助阵 今晚会现在也全面检视券商提出的开放建议 即先买后卖、现股当冲之后 也着手评估开放非全职股 可以平盘以下放空 一旦开放更有助嘎空行情 短线可以刺激中小型股的交易量 但股价的波动幅度也会变大 至于开放现股当冲 金管会正在考虑相关配套措施 包括缴交保证金等控管违约的风险 东彩新闻综合报道 这就是这个点了 本来请订阅明的推特 嗯 的